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 救我的性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这灾祸临到我 我便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为要救主罗德及其一家 就吩咐他们往山上逃 那是指十海的东边 以后是属于摩亚人的高山 罗德乃是摩亚人的先祖 然而罗德竟然不能接受上帝的安排 他回应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换句话说 他一方面说主 另一方面说不 这是许多罪人对上帝吩咐的回应 罪人要将自己彻彻底底地交给上帝 是何等的难啊 罪人的理性总是不容易完全地相信 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呼召和带领 罪人的情感总是喜欢目前所拥有的享受 像罗德真的很不想离开 在所多环所拥有的享乐 罪人的意志总不愿意 全然地去行上帝要我们行的 我们总是喜欢偏行几路 为什么人总放不下呢 总是不愿意去听从上帝呢 因为是那个我叫我放不下 是那个我叫我不愿意 所以真正要放下的就是那个我 听说有两个银行家到帽子店里 各买了一顶貂皮帽子 不巧刚刚要出商店门天下雨了 他们都舍不得自己的帽子淋雨 而这雨呢 恐怕不会很快就停下 怎么办呢 他们商量了一番 彼此戒了帽子 然后毫不犹豫地走到雨里去了 当那个东西是别人的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是当它是自己的 你就会心疼舍不得 这种强烈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呢 是从我生起的 然而自从认识了耶稣之后 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因此我已经被基督的大我 起而代之 我就当放下了 完全顺服基督的大我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教导我 凡事都认定你是主 叫我不偏行几路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与能力 不受文化与传统的捆绑 乃是尊主为大 以你的智慧作为我们的智慧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